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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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尘埃 不会真的将你打败 一场灰热外 生命的光彩 从于过去那一天 悲伤这样停下来 感觉你身边的爱 它存在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终于度过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耳朵 太红 我的手 我就温暖的火中 三百一点关很热 就看到笑容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终于度过 因为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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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有明天的太空 因为你和我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 我能牵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爱永远 在你左右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终于度过 这一切终于度过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耳朵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爱永远 在你左右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我的左右 爱永远 在你左右 爱永远 在你的左右 爱永远 在你左右 爱永远 在你섭桥 爱永远 在你左右 爱永远 在你左右 爱永远 在你左右 小吉他说唱 never would 맡 if 你 谢谢 小吉辰 川 forty 該永远 節目進行到第三階段 終極搭檔 導師要和在場參加比賽的 三位學員 分別演唱經典名曲 好經過綜合評判 選出最優秀的一名學員 進駐到下階段的比賽 讓我們有請導師孫楠登場 孫楠登場 孫楠登場 今晚第一位要與您合唱的學員 他是誰 王毅潔 讓我們有請在音樂中 注入靈魂的獨行俠 王毅潔 他的音色和表現方式 空靈清澈 他的聲音很乾淨 我覺得這就是他最大的特點 他的音色可以去挑戰世界音樂 因為他 叫做米饭 不不 加油 今晚孫楠登 是為一劫選擇的這首歌曲 真的特別符合 一劫空靈的氣質 因為這首歌曲是 天后王菲在2012年1月1號推出的一首歌曲 也是王菲對自我音樂的一種嘗試跟突破 孫楠導師請告訴我們 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麼 一個字 願 知道 一首歌曲是 欧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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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水之间 有一分心靡 是青霧梧 在挖沙之间 有一条情 руб 是微光 剧丹之间 有一切寿愿 是无常想念 在你我之间 留意与思念 是环游梦见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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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是寂寞无言 在佛塔之间 有一条情分 是为你过节 在聚散之间 都已结束 是无常相遍 在你我之间 灵绿色 是灰烧梦前生 想我 哪怕停止的一场 不需要 途中 能在于你 相见 我 哪怕停止的一场 我 哪怕停止你 我 哪怕停止你 audit火 preparing 我 我不得 manter 我 哪怕停止你 我 我不得 Dot定 我 我不得不离 有一份信息 是静默無點在波塔之間 在波塔之間 有一份信息 是静默無點 只為你掛陷在你我之間 謝謝森南導師和一潔 三位導師的感受呢 我覺得聽他就是完成得很好 而且恰如其分 多也不多 少也不少 可能最大的問題在這一個整個的歌裡面 不是兩位的演唱 是兩位可能的默契 那個默契 沒有像我跟蕭敬騰在合音的時候 那樣子的默契 我是講真的 因為可能我跟蕭敬騰相處的時間也比較多 有時候我們的眼神一望 我們就知道彼此要幹嘛了 不用這樣子 你一看他 他就 他就 那個東西比較沒有 因為一潔有點怕尷尬 沒有 我覺得其實這個一潔的他的個性 因為他的個性是這樣的 好 你那麼漂亮的嗓子乾淨清澈 你讓我有在山裡面行走的澄澈之感 今天編曲沒有幫到一潔 但我覺得我特別想傾聽一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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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请王毅杰先步入待定席 孙楠导师今晚第二位将要与您合唱的学员 他是谁 我们的男生李光 我叫李光我来自辽宁沈阳 我今天唱这首歌是唱给我家小孩听的 小孩就是我的女朋友 一直唱歌这么多年 然后也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 想证明自己我可以做一个出色的歌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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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楠导师你好萌啊 有吗 你太萌了 谢谢 感谢 我觉得今天孙楠导师为李光选择的这首歌曲 对于李光来说或许是个挑战 这首歌曲是由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男歌手为我们带来的 这位歌手就在舞台上 大家来猜一下这首歌曲是什么 我们请原唱者告诉大家 首先这首歌是李光自己选的 那么我也没有想到他选了这首歌 叫做燃烧 我们要看一看李光今晚在舞台上能否燃烧 演唱者 李光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间的大 在他把起一切的难容 却没有带走爱护走的烦恼 啊 已经不太重要 我忘了把你忘掉 哦 时间很早 就算那吻过的人也老 心在隐隐作痛 哪管你要我不要 啊 燃烧 啊 燃烧 我知道我依靠不掉 啊 已经不太重要 我忘了把你忘掉 重要的只是 我忘了把你忘掉 时间很早 就算那吻过的人也老 心在隐隐作痛 哪管你要我不想 啊 燃烧 啊 燃烧 啊 燃烧 想想不到痛 汗在燃烧 以为火早已不灭了 怎么遇见你 心有不够会装伤了 眼神 泪是爱心的火药 请不要这样看我 我知道我已逃不掉 一直想找一个人在我心里怀道 还要听到那一天 才能埋藏牢在心中的记号 人烧 剩下路到头 还在燃烧 因为花早已不灭了 怎么遇见你 心有被奏会装伤了 眼神 泪是爱心的火药 请不要这样看我 我知道我已逃不掉 我已逃不掉 我已逃不掉 谢谢三南导师 谢谢李光 三位导师的感受 我觉得李光其实是个非常非常 可以到今天我觉得大家也都证明 他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学员跟歌手 但只是这首歌 这是南哥的歌 上面写的全部都是南哥 南哥 孙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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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工作会变得相对来讲 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那个 无论李光选不选南哥的作品 南哥都是唱得最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逸杰再次登场 到底会是李光还是逸杰留下呢 我们先请现场的三位导师和导演 做出一个建议性的选择 我觉得两位 风格 声音 声线都不一样 但是我要跟李光讲 你要唱你的导师的歌 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新的想法 去呈现它 这样子大家才会觉得说 南哥的版本就是南哥的版本 你的版本是你的版本 所以今天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 有机会留下来 拜托你 继续加油 李光 谢谢他教授 我会觉得 如果以后面来讲的话 李光是适合打仗的 李光是适合 所以您把这一票投给了李光 但是我对他今天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对 但是他稳定下来 应该是很好的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 我刚才又想了一下 刚才 南哥跟李光的这段表演 两个人的声音 两个人的声音大得非常 频率上面也好 或者是整个和谐度也好 是非常不和谐的 那 我投一节 我投一节 肖导师临时改变 但是无论 现场的导师导演投出几票 最终的选择权 还在于孙楠导师的手上 您的这个选择 将意味着会有一位学员 离开最美和声的舞台 会是谁 王一杰 王一杰不用说 一场公司非常完美 他会牵着你的灵魂 跟他一起走 就像飘在桥上的影子 会缠绵进你的梦里 王一杰 暂时待定 加油 我比较赞同 肖老师 包括陶志老师 说可能李光的劲儿用得太大了 因为他太想 把他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往往有的时候会有 当你特别地去为了一个目标 去拼的时候 你往往会 会冲得太过了头 用音乐送别李光 李光虽然已止步于终极大当 但你那独特的嗓音和音乐个性 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让我们祝福这位 用歌声表达爱意的腼腆男孩 在未来的音乐之路上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 那今晚最后一位叫与您合唱的学员 她是谁 是我们的最可爱的小姑娘 柯瑶 我叫柯瑶 她小的时候我们一起通过台 因为我记得老师 您跟我说过一句话 你说在以后的我的音乐梦想里 你会一直陪伴在我左右 所以一直支撑我七年 老师我没忘记 我还能坚持 而且我想坚持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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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底今天 柯瑶会完成得怎么样呢 孙男导师请告诉我们 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 那歌名字 哭不出来 孙男导师请告诉我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 爱是真实存在 新的一天 雨的夜 平常的语言 怎么我宁愿不要动 你温暖的宽容 永远还来让爱走 让你让心都受痛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下来 援墨我和爱与不在 你却忘了离开 没有泪流下来 我哭了才不会回来 我会怎么等待 舍不得你伸去求来 在你的爱之外 我在哪里存在 我会知道那都是真的 爱是真实存在 新隔天后雨的夜 偏长了雨夜 怎么我宁愿不要动 你温暖的宽容 让爱来让爱走 让你让心都受痛 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 等到思念下来 却墨我和爱与不在 你却忘了离开 没有泪流下来 我哭了爱才不会回来 我会怎么等待 说不得你伸去求来 在你的爱之外 我在哪里存在 为爱之外 Facebook'的宽容 伸多江俊 我想哭 你却忘了离开 没有泪流下来 我哭了难堪都会回来 我会充满等待 舍不得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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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哪里存在 在你的爱 我该不该 在哪里存在 我该不得你出来 谢谢森丹导师跟柯瑶 谢谢三位导师的感受 今天柯瑶是拼了 我完全看得出来 你今天是拼了 今天柯瑶唱的真的是他 我在舞台上看到他 绽放最灿烂的一次 我觉得今天我最美 柯瑶之前让我都觉得 你非常稳 然后阴 控制 气 可是今天会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 一个炮弹 我一直非常喜欢你的声音 也非常喜欢你的爆发力 对 所以继续 做你的小辣椒 小钢炮 我说一点 看看有没有大家有共鸣 演员 艺人 艺人 是需要有台缘的对吗 对 柯瑶有台缘 招人喜欢 同时把王毅杰 请上我们的舞台 接下来孙丹导师将会选出的是 未来与他并肩作战的二分之一 到底会是谁 孙丹导师来思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请现场的三位导师 直接来说出你们选择的名字 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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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瑶 加棒柯瑶 目前柯瑶两票 一杰两票 那么最后 孙男导师会选择谁 成为他的二分之一 我觉得柯瑶他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 因为整个舞台上所有的音符都被他所舞动 王艺杰他的声音给人特别强烈的画面感 你听着他的声音你可能能够幻想到一些冰川 或者是森林 河流 小溪等等 此时正在面临选择的孙丹导师突然离开我牌 重导演韩红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十九八七 那 waterfall 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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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er 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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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舞舞 舞 потом 孙男导师请选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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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重要 dreams 孫男导师请选择 我们最后再给孙男导师五秒的时间 孙男导师天都要亮了 孙男导师天都要亮了 我这个太 因为 孙男导师我们现在全场的目光都在您的身上 请您给出最后的选择 到底是王毅坚还是柯瑶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美和声史上 历史最长的一次选择 现在已经过去了快十分钟的时间 孙男导师还在纠结当中 好奇 彪彪 彪克尤 来 我们开个会 来 依然无法做出选择的孙男导师 再度走下舞台 与其他三位导师进行讨论 导师们会帮他做出选择吗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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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挣扎考虑后的孙男导师 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导演 有机会 历史尔 富豪 富啊 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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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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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王毅杰 成功晋级 恭喜毅杰 接下来你将与孙楠导师继续并肩作战 我个人认为 不管什么结果 都不是我需要的结果 我不想看到的结果 因为他们俩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手 我当时跟我老婆求婚的时候 是很快的 但是这个 我人生最大的 抉择就没有像今天这么 这么难做 所以既然 现在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 顺从天意 我就说到这儿 柯阳 你想对导师孙楠说些什么 只要我们队 能赢 最后我最希望当然是 我们队能够拿第一名 真的 是这样 我觉得走之前 还有很多话想说可以吗 好 一直我们有一个小群 就是一直在说这12个人一直会在一起 非常好 然后呢现在有几个 小小的心愿 是这样 我觉得 男哥说好的考全阳呢 说好的我们12个人去打CS呢 我觉得 能跟老师一起唱歌 每一首歌 都很难得 因为我等了七年了 然后现在第三首歌 我跟老师终于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一定一定 是要感谢我的妈妈 真的 但是真的 我很生气 因为你说 我每一次比赛 你只要来 我就淘汰了 又是真的 你下次别来了好不好 OK 很开心 我妈 我相信我在我妈心中的位置 又高了 我成长了妈妈 真的 自然长大了 长大了 让我们想起音乐 诗字啊 诗字啊 诗菜啊 诗歌谣 加油哦 诗歌谣 虽然今天比赛失利 但在这个舞台 也完成了重回詩人的梦想 期待你 在未来的音乐道路上 火力全开 我哭了 ek 他不会回来 好捨不得你 一劫擦擦眼淚不要哭 雖然送別自己的隊友很難過 但是接下來你還要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 你要擔負起為他們實現夢想的責任 和孫楠導師繼續携手並肩走下去 再一次鼓勵一劫 未來有更好的成績 接下來我們要掌聲請上的黃岐山導師有請 黃馬你今晚真的太有氣場了 馬上就要開始演唱了 現在心情感覺怎麼樣 好像挺快樂的 那今晚將會與您合唱的第一位學員他是誰呢 哎呦真是我愛死他了 我很熱愛他的音樂 熱愛他的演唱 我們有請我心中的 我叫玉傘克林穆 我叫玉傘克林穆 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 畢業以後我放棄 陸木齊當老師的機會 回到北京唱歌 堅持我自己的音樂夢想 加油 這支曲目的選擇 完全是為玉傘量身打造的 剛才黃媽也說了說 玉傘是一位冰山上的來客 所以玉傘所演唱的歌曲 也跟冰山上的來客有關係 我們請黃媽告訴大家 是什麼歌曲 《懷念戰友》 好 作曲 李宗盛 天山就像是我可爱的家乡 等我离开她的时刻 好像那花蜜花断了花样 没有树下读着我心上的姑娘 当我和她分别后 好像那独餐 牵挂在墙上 多样多样能和你归来相见 其实回来孤导还会再想 看我永远了占有的时候 方向那虚风飞飞温暖 啊 亲爱的加油 我才不能看到你身为的声音 这个爱的连花 亲爱的加油 别再不能听我叹息 听我的唱 听我的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 谢谢黄金山导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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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我觉得非常好 我真的觉得很好 然后包括整个编曲 然后整个氛围 还有两位乐手老师带领 整个音乐 整个节目的第二次高潮 在这样子的一个民族的音乐里面 用齐唱的方式 我觉得不一定要合唱 不一定要两个声部去合唱 我觉得用齐唱的方式 这个非常完美 这首歌其实我们都非常熟 我小的时候就听 因为它本身就来自于 它本民族的一个改编 那么也来一个好看的电影 所以每个画面 包括每个细节 包括情感 都在心里边 刚刚听完了南哥说 其实我晚上 我家就要去看这部电影了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 刚才那两位音乐家 我们在舞台上弹的乐器 是我们维吾尔族 一个非常著名的乐器 叫做Dudel 那么边上还有两位演奏家 他弹的那个小的 那个叫Revapu 然后打的那个是新疆的手鼓 谢谢韩导 谢谢韩导 请步入戴电锡 好吗 今晚第二位 将与您合唱的学员 她是谁呢 她是我们团队的 另一个宝贝女儿 今天我要很浓重地介绍 她给大家认识 我们来自远方 这个她是学ABC的 从小都不会讲中文 妈妈鼻子她学中文 非常不容易她能够把中文歌唱成这个样子 我亲爱的蕾蕾 我是蕾蕾 来自美国洛杉矶 希望以后能有一个自己的演唱会 我希望我的歌声是能带给大家很多快乐 一 二 三 四 一直 喝 我非常后悔 为什么在我二十多岁没生一个女儿 要不然就她这么大了 虽然没生 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个女儿 她会像亲女儿一样来爱你 对吗 雷雷 对吗妈妈 是这样吗 其实今天这首歌曲也看得出 黄妈真的是为雷雷量身来定做的 而且这首歌曲 我相信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曾经听过 它是诞生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是瑞典非常著名的一个流行音乐的组合 ABBA带来的 而且有很多人都看过或听说过 这个歌曲的同名音乐剧 这首歌曲很有音乐戏剧的风格 而且也特别考验演唱者的唱功 虎妈 这一首歌曲是什么 Mama Mia 我们唱歌前我们要请上最帅的乐队 她今天扮演一下雷雷的男朋友 太酷了 我还记得当年莫名被你欺骗 我还记得当年莫名被你欺骗 我还记得那天离开你的身边 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 我不明白这种不安分的心跳 谁终于把火再刺掉 一眨眼我看见你在微笑 一瞬间我的心开始燃烧 Oh Mama Mia 还是忘不了 拜拜 不该说的才在 Mama Mia 已经逃不掉 来来 一个拥抱也好 看到你的世界 要怎么停止想念 快快 把我带到你的身边 Mama Mia 再靠近一点 快快 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Mama Mia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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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歌最伤心 一切都已结束 妈妈咪呀 每天每夜哭泣 眼泪不定停住 看看现在 变成什么又不明白 这种不完整的心跳 心中一把火在嘶哑 一闪眼我的心开始冷下 一瞬间我的心开始暖潮 妈妈咪呀 还是忘不了 拜拜 不该说的太早 妈妈咪呀 已经逃不掉 来来 一个拥抱也好 恶不定的世界 要等我停住身边 快快 把我带到你的身边 妈妈咪呀 再靠近一点 快快 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妈妈咪呀 再靠近一点 快快 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妈妈咪呀 再靠近一点 快快 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我回到你的身边 快快 把我帶到你的身邊 幫忙你啊 再靠近一點 快快 讓我回到你的身邊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剛才真的是有一種 站在百老會的舞臺上 看媽媽咪亞的感覺 幾位導師的感受呢 我覺得很好玩 很棒 而且我覺得不是女兒學壞了 是媽媽學壞了 媽媽太調皮了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好玩 這個部分 黃媽 你看放在你的演唱會裡面一個橋段 這台其實也會很精彩 真的很棒 很棒 好好好 能看出黃媽 一點點的性感的味道在裡面了 只是一點 就一點 我覺得蕾蕾非常有藝人的特質 她很適合當明星 但是這個同時 她有很多東西還需要再努力要加強 比如說她的歌聲 穩定度我覺得還不夠 但是你在舞臺上非常的自然自信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部分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可能我們的情緒要從這種輕鬆 變得有些沉重 因為接下來就是黃岐山導師今天晚上 第一次做選擇的時候了 讓我們請上玉三克里木 一首是非常深沉的《還念戰友》 還有一首是充滿著歡快節奏的《媽媽咪啊》 到底哪首歌曲能夠更加打動黃岐山導師的心 我覺得黃岐山 我覺得黃岐山比較疼女兒 因為她找了一個特別適合蕾蕾的表現的一首歌 我個人滿喜歡蕾蕾蕾的 對 我覺得很多東西是可以訓練 但是 天生站在舞臺上的人 這個很難尋找 我認為如果黃媽在Vocal的部分 不要蓋過克里木的話 我今天會希望說 給玉三克里木一票 黃媽其實她的聲音太有爆發力了 高 音色 非常有穿透力 但是 任何人跟你唱 都會蠻吃虧的 只有韩老師不會 我完全同意這位 我們一會兒我就跟他唱 對 我看你惹 所以我是覺得說 黃媽可能真的 可能在跟學員唱的時候 可能真的要把你的 你的身段要稍微放低一點 讓他們去表現 因為你太容易蓋過學員了 真的 沒關係有我呢 我有身段 所以 玉三克里木 我聽你 謝謝 謝謝導賞老師 謝謝 這一次的選擇 將意味著有一個人 會進入到待定席 另外的一個人 將會離開最美和聲的舞台 那麼留下的這一個 會是預散 還會是雷雷呢 黃岐山導師 請選擇 雷雷呢 今天完全釋放出了她自己的小夢想 一個小公主的感覺 她把更多的情緒和更多的劇情 表現在了她整個的舞台 表現當中 玉三是一個天生的歌者 她一開口呢 就把人帶到了天山腳下 這次喜劇 我們多希望這一幕是真的 是的 看來我們的機械手臂 都變得特別的糾結 對的 這也代表了黃媽 此時此刻的心情 這樣我們請黃岐山導師 同時握住兩位學員的手 請您用舉手的方式告訴我們 您最後的選擇是什麼 預算暫時進入待定期 雷雷是 來這個舞台認識她開始 我就被她的性格 她的熱情 以及她喜歡音樂的 這個單純的心 給打動 我想的是說 雷雷 黃媽 沒有什麼好給你 今天在這個舞台上 我選這首媽媽咪雅 就是想黃媽給你 最好的禮物 這是一個完美的演出 留給你 這像蕭老師說的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不算什麼 聽媽的 聽媽的 我想對雷雷說 那是最棒的 我還跟雷雷在這幾天還說 我們一起把民族的唱法和歐美的唱法一起融合起來 唱出不一樣的雷雷我們會做的 我會保證 謝謝 謝謝 謝謝玉傘 玉傘你現在 暫時安全 可以進入代定系 在舞台上的蕾雷是有黃媽陪在她的身邊 舞台下也有媽媽一直在看 媽媽在哪裡 而且好像不止一位媽媽喔 還有一位乾媽是吧 她旁邊 這位介紹一下 大家都看過她無數的電影 她演的無數電影 她也是我最愛的姊妹 我的月紅姐姐今天也來探班 雷雷你多幸福呀 我們都是有一個媽媽愛 你有三個媽媽一起愛你 能站到今天 能再跟黃媽多唱一首歌 我心滿意足 然後黃媽把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完成了 因為我想 一直就想跟黃媽在台上 能單獨的唱一首歌 所以我現在覺得 很開心的能離開這裡 然後沒有任何的遺憾 在這邊 我好想謝謝我媽媽 剛開始她不是很支持我唱歌 其實 可是後來她可能看到我的堅持吧 然後 也要謝謝 有媽媽 謝謝來看我 其實人生的路很長的 這才剛剛開始呢 你已經非常棒了 我因為由你而驕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讓我們在音樂聲中送別蕾蕾 蕾蕾 你那是洋裔的舞台 和對音樂夢想執著的熱愛 深深打動了我們 期待未來的你 帶給我們更多的珍惜 黃媽 今晚最後一位 與您合唱的學員 他是誰 我們團隊最開心的 開心鬥 年紀小 可是老成 老狗出來 我叫狗奶風 在我同齡人裏面 我長得可能比較成熟 然後我的朋友們都叫我老狗 老狗 你幾歲啊 我今年22歲 現在是一名學生 22歲啊 我還以為你34歲 這次給他選了一個作品 初期的大 這次我也預備了這個交響樂團 黃媽問我說你和交響樂團唱過嗎 我說沒唱過 說你一定要唱唱詩詩 太爽了 我這次我算是小小的滿足了一下他 我覺得說沒法說 我找幾回我得嗑一個 一直喝 黃媽的戰隊是一路唱來一直喝 老黃 我問你跟 你說 就你們這個組就每一次 就不管男男女女的都會說一直喝對不對 對 好我有個提議 等我們這個比賽結束以後 對對 就我講過了講過了 講過了 比賽完了 什麼你說 比賽完了怎樣 喝呗 誰跟誰喝 你跟我們喝 你要不一直喝的話 我告訴你 我會把你直接解決在涼菜部分 蕭敬誠 你別拍那個椅子 你別拍那個凳子 拍壞了 蕭敬誠一直在拍凳子 老蕭的酒都是我替他擋的 我告訴你 蕭敬誠我再給你解釋一下 涼菜部分就是 還不用上熱菜 我知道 因為我很愛吃涼菜 涼菜已經把黃媽的團隊和黃媽全部喝啪 對不對 第九不沾的蕭導師 您只能喝家多寶了 我在旁邊照顧他們 接下來回到我們的這個音樂的舞臺上 因為二位馬上給我們帶來一首非常好聽的歌曲 我覺得從這首歌曲上也能夠看出 黃媽對於老狗真的很在意 首先請看我們的樂池裡邊 交響樂團準備就去 黃媽請告訴我們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麼 燈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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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忽然凝悟 铭心刻骨 勇敢地放生痛苦 铭心刻铭 日夜追逐 哪怕已无所谷 声音不再模模模模模 还随意从中犯独 哪怕已无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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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无所谷 哪怕不就 complications 哪怕取 accepts 那是最后的桂枝 谢谢鸿妈 谢谢老狗 我一直在看你们的表情 一唱完之后你们两个都没有鼓掌 因为你们在沉思 对 是不是 应该用怎么样一个 去判断 老狗应该算是一个 男生的中低音 然后你现在是跟一个超级女高音在唱 听不太到 我常常是听不太到你的 我会觉得这是黄妈的演唱会 你是 maybe嘉宾 或你是一个和声 你是个和音 对 这次又请老狗为我和音 黄妈唱得太好了 所有东西 他都让我们不得不去关注 所以我们其实在听的时候就忽略了狗奶鹏同志 其实在最后的一部分的时候 老狗已经非常用心 包括到最高的地方还是听得到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作品完成得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谢谢老师 老黄 你累死我老狗了 老狗那个锡不太舒服 的确没有发挥它的东西出来 但是作品太好了 如果我是老狗的话我也愿意 就算是和音 因为太爽了 是 是 是 对 接下来黄妈将面临第二轮 充满了纠结和痛苦的选择 我们请上戴定席的预散克里木 这是黄妈今晚的最后一次选择 在黄妈做出这个谨慎的选择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各位导师和总导演给出的建议 我非常喜欢老狗 我非常喜欢老狗 但是作为一位导师 我自己会希望再可以让 预散克里木再有一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他今天真的是有一些遗憾 我会希望看到更多 谢谢 我觉得预散是一个很完整的人 包括他一直以来的文化 他的音乐性 我认为他已经是很独立的一个个体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刻 我认为老狗 这个重要的事我还是交给黄妈吧 这趴我也不选 没法选 接下来这一轮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 黄导师要选出一个和您声音契合度最高的人 与您共同携手走上终极PK的舞台 这个人会是谁呢 这个人会是谁呢 整里面想要选择 恭喜狗乃鹏成功晋级 难选 三位是对于这个选择有点意外吗 他们意外的不是我选的 我想讲的说 玉扇他是 就像老肖说的 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独立的 完整的一个音乐 我认为他是个音乐家 老老狗确实是需要你要给他更多的 一些带动 所以我也要锻炼他一些和音上面的 我是知道说他从来没有唱过交响乐 我希望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所以选了这首很敬畏的作品 黄妈的选择是为了让他的两个儿子 两个学员都能更好 玉扇 你想对黄妈说些什么 其实我对黄妈和黄妈学员 狗奶鹏还有其他学员的感情特别深 我特别感谢黄妈一直照顾我 一直走到今天我特别满意 开心 我还是支持黄奶鹏我好兄弟 谢谢玉扇 今天玉扇的家人也来了对吗 对 我爸妈 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未来玉扇在玉扇上依旧需要你们的支持 还有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好兄弟 还有我弟弟 还有我的一些好朋友 你们都好美好帅 谢谢 谢谢 你让我们用音乐送别玉扇 玉扇克里木 你那浑厚委婉的抑郁衣服 充重的音乐才华 深深地震撼了我们 愿你的音乐道路越走越宽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全场 应该用我们最热情的掌声 恭喜狗奶鹏成功进进 这个时刻老狗 你可以尽情来享受大家的欢呼和掌声 但是从下一个时刻开始 你的肩上担负的是 黄岐山战队的荣誉 其实我是 我是黄八队第一个学员 我进黄八队第一天 其实我自己就自己妄想吧 我想 我应该让你整个暂时 我自己的心緣 我自己的心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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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 我自己的心飞 我就想 有朝一日我能替黄妈处战 然后平时生活里 黄妈对我特别好 我真的很感激动 然后黄妈也说 考验考验我 我想和你唱吧 让我来唱和声 看我能不能完成 其实我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我唱得还好 从今晚之后 老狗将面临着 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们也祝福老狗 能为黄妈战队 赢得更多的荣誉 再次恭喜狗奈鹏 谢谢 谢谢 狗奈鹏 以独具特色的沙哑伞音 和出色稳定的发挥 紧急成为黄岐山的 终极大档 下周正进入到 终极大档的最后一场赛事 最终 谁会成为陪伴孙岚 黄岐山 进入总决赛的那个人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这段时间 我们不一定 每个早上都看得到 那个可能性是什么 我家孙岚已经让两个姑娘 都摸过了 还能要吗你说 作为一个歌手来说 能唱到好一种唱法 他就很伟大 不必了 我在哪都一样 绽放光芒 最美和声 由一碗低质一度电 美的便秘空调 和含后达人面膜 有料才有效 联合冠名播出 喝正宗凉茶 听最美和声 本节目由凉茶领导者 加多宝精彩呈现 最美和声 由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红牛维生素功能 以料赞助播出 登陆独家视频 合作伙伴 优酷土豆2014 最美和声 专题人气榜 为你心中的 实力敞强投票 关注新浪 官方微博 爱的最美和声 参与最美和声 话题互动 手机登陆独家网络 音乐平台 QQ音乐 由一摇 几个下载和分享 最新的曲名 在全国雷志系统的 KTV与导师合唱 唱出你的最美和声 感谢三追门户人 人网3600导航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晚的比赛 到这里就已经 全部的结束了 我们要恭喜 红奶鹏和孙男组的 王一杰成功晋级 让我们共同期待 导师和修员 更好的表现